大家應該拍照的時候都試過一個問題 就是天氣不似預期 拍照的時候 隨時可能天陰 甚至乎會下雨 天灰灰拍出來的照片 經常都有個問題就是不夠出色 就是灰灰沉沉的樣子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些方法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講講 天灰灰的時候 我怎麼用一些解決方案呢 譬如說現在我講講 主要有三個方案的 最簡單就是說 你不要拍天啦 或者是拍小一點的天空 那個灰沉沉的感覺 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明顯 這個雖然真的比較仔細一點 但是也不妨是一個好的方案來的 第二就是用閃燈去補光 這個情況就可以主動很多了 因應調校一個適當的輸出 或者用TTL自動去調整 譬如說你有時尤其是拍人物的時候 主題會出色很多 還有這個輪廓也會出很多的 但是這件事就可能要多一點的訓練 還有熟習 那當然就要選購 或者帶多一個閃燈出去 那這些可能對一些人來講 是一個婦女來的 又或者覺得太麻煩 不是很想去用了 那第三個解決方案呢 就是用一個大光圈的鏡頭了 那在這方面就可以將那個顏色 是會出得濃郁很多 有色很多了 那今次我就去了 嶺南之鋒 那嶺南之鋒 就是一個比較中式的建築公園來的 會可能偏綠色啊 沉色少少的 那今次我就帶了兩支鏡頭 一支是Leica的51.0 Nautilus的第一代 我們叫它做E58的 那還有一支呢 就是Leica的75 1.4的第三代 因為看回天去預報呢 就預期那天呢 是真的天蒙蒙的 比較灰尋一點的 陰天 那所以呢 我特意是選一些大光圈的鏡頭啦 那講回這支E58啦 那這支鏡頭呢 1.0大光圈 那一定是無敵啦 還有呢 拍出來的影像呢 是比較古典一點點的 那就配合當時那個建築的感覺啦 那再加上 可能有一個model的演繹啦 穿上一個旗袍啦 一個比較適合的配搭啦 Nautilus的51.0呢 那它有一個古舊一點的氣氛啦 那出來的感覺呢 是比較舒服 還有自然的 還有呢 那個散景呢 是比較有character的 那譬如說 現在的現代鏡呢 很多時拍出來的背景的虛化呢 是比較creamy一點的 那是一個模糊的感覺 但是老鏡頭呢 它出來的感覺呢 是會有多一些輪廓的刻畫的 就是說背景呢 都有若干的交代的 那變成呢 是看得到呢 就是說 背景後面到底是一些什麼東西啊 那種感覺啊 那個畫意呢 是很強烈的 那當我拍建築物的時候呢 那我收細了那個光圈啦 大約是去到5.6光圈的時候呢 所有東西呢 都變得更加結實了 實正了很多 那些立體感呢 就真的彈了出來的 那種建築物的質感啊 輪廓啊 是表露無遺啦 還有大光圈鏡頭呢 它對光線的敏銳度呢 是很強烈的 那所以在很輕微的變化呢 都看到很多細節的 那當中呢 我都有拍過一些 樹葉啊 草啊 那樣 它演繹得非常好 那個質感啊 那種細緻的感覺呢 是完全交代得到的 那有時候一些大光圈的鏡頭呢 有一個情況 雖然它虛化很厲害的 但是它的過度呢 是太過突厚了 突然間呢 有一個變化 但是這支鏡頭呢 它出來的感覺呢 是很順滑的 過度由光至暗 或者由前景到後景的逐步變化呢 它是很自然很舒服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支鏡頭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一支帶的鏡頭呢 就是75 1.4啦 那75 1.4呢 其實有分三個不同的版本的 那這次呢 我就特意選了第三代 第三代呢 就是唯一一個款式呢 是德國製造的 那它是比較光鮮啦 亮麗一點的 因為天氣灰沉沉 所以要選一支比較鮮艷一點 顏色的鏡頭呢 去對應這個天氣的 那還有就是剛剛我戴兩支鏡啦 那不希望說兩支鏡 似得那麼緊要 所以選一支呢 就光鮮一點點的 那75這個焦段呢 我覺得影人呢 是非常好的 和避攝者之間的距離呢 是很適當的 那不會說太遠 可能溝通不了啦 又或者是太近啦 對於一個避攝者來說呢 是有很大的壓力啦 那所以這個距離呢 我是挺喜歡的 那小品呢 還有特寫呢 是75 1.4這支鏡頭呢 最擅長的項目之一來的 它的散景呢 虛化啦 比較強烈啦 那主題呢 就是呼之欲出的啦 那眼尼的朋友呢 一看一看一看一出呢 這兩支鏡頭呢 在風格上面呢 是非常接近的 那沒錯啦 那其實這兩支鏡頭呢 是跟一個設計師設計的 不單只是這樣啦 那個光學的設計呢 是由50mm呢 演變成了75mm的 那這個設計師呢 就是Water Manner啦 那它是同時間設計了 Nautilus 和75 1.4的 那講到尾呢 大家可能很關心呢 就是價格方面啦 那其實呢 這兩支鏡頭呢 相對來講 75 1.4的性價比呢 就很划算啦 E58呢 大家都知道啦 那價錢呢 已經升到飛天啦 但是75呢 因為早期呢 是菲林年代啦 或者是 可能用著240啊 那它那個 對焦方面呢 就算是用電子觀景器都好啦 那對焦呢 是沒有那麼流暢的 有一點延遲呢 那所以呢 就 不少 很多人去用這個焦段的鏡頭 始終是對焦是難對的 那到現在可能M11年代啦 那或者是用SL系列呢 那這個對焦呢 是解決了很多這個問題的 那相對來講呢 這支鏡的價錢呢 也都開始呢 往上走了 到現在位置呢 那其實呢 都是性價比比較高的 可能E58呢 假設是8萬元啦 那這支 75 1.4的第三代呢 只是大約一半的價錢的而已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兩支鏡 它們的相片會是怎樣呢 那這次呢 跟大家講的呢 就有一點不同 那平時呢 就是大家欣賞啦 那這次呢 就是給大家去猜一猜 那這 那些相片裡面呢 哪一個是 逐於 E58拍的呢 還是75 1.4拍的呢 那這個答案呢 很簡單 下面的內容那裡呢 我們會記錄給你啦 那看回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的相片 這樣去對應的 那看看你有多少張 是猜得對的呢 我會記錄給你啦 哦 我會記錄給你啦 那我就會記錄給你啦 那我會記錄給你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